詞曲 李宗盛 獅子的長輩其實最難最難照顧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在講的獅子症的前期 它是每一個縣市都必須要面臨到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對於這一方面的親人而言 他們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我們 改變的是這個世界 時而正常時而不正常 所以你看他不見了 你把他看他的臉 他就覺得現在正常了 現在的科技 現在的手機進步 強行把你支入都要把你關進去 說真的 你來看醫生 從病院那裡才開始 來 大家老人 你未65歲 來 都先下載這個 我覺得它要普及化 不然你看到安心跟放心怎麼做 一定要普及化讓這樣說 我有這個東西用 那我東西用 除了用在我自己身上 或許他覺得有不同的用法 因為就是這樣一個傳一個 一個傳一個的連結 我就愛傳下去的概念 你總是不會說沒有人的受傷 所以你感覺沒有人的受傷 或是有可能有人的受傷 不要去那種處理 我很多遺憾就是 等那種處理就還要 雖然我說我現在記憶力還很好 但是難保有一天 我出去的時候 我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或者我的家人要找我 找不到我 會不會很焦慮 所以我在想我會接受 以前我們在推高齡友善誠實的時候 就有人會去誤解 你要把自己是變成豐富的孤雄 我說你要知道 當對高齡者友善 就是對全年人都友善 當你的長輩已經受到好的照顧的時候 年輕人你去打拚 你沒有保護自由 所以面對這樣 我們比別人更早起步 當我們看到周遭 有親戚朋友 或者在媒體上說看到的 長輩走失了 那種焦慮心急 都覺得很不忍心 我們不要說家人丟 連自己的寵物丟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的擔心 因為他這樣出去 面臨到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真的都不曉得 他在外面有沒有被車撞 他在外面有沒有東西吃 那他在外面現在如果下雨了 又像現在天氣這麼寒冷 有沒有人可以照顧 這種都是很多家屬 非常痛心的一個問題 當我們這些可能只是被動的 在找長輩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就是很主動的 能夠找到這個長輩 其實我爸目前為止都活得還算很健康 甚至健康也是我們的福氣 你知道我們身邊有很多我們的好朋友 他們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我剛才說你嚇死去都沒回來 正常的我們 我們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他 他是怎麼樣在這個過程當中 做一個取捨 尊重他 讓他的生活的至尊 沒有受到一個很嚴重的一種破壞 就是說我這個家裡的時候 我孩子要去找我這個孩子去哪裡 我可以很放心 可以在掌握孩子在哪裡 而不是說這樣 胡桃蒼蠅 他往東 往西 往左 往右 我到底是要走到旁還是要去吃旁 我要去那邊找我的小孩 我那孩子怎麼辦 這樣其實就是有興趣的 都要去擠 六十五 像你說的那時候 買獅子也要撞到的 車好的 拿在那裡 你說要推廣好這個城市 就叫那些小孩 阿公阿嬤都要用不用的拿來學校 現在還有做長照 這要用不用而已 年紀比較大 還是容易失憶的人 還是說他對這個認知 有稍微障礙的人 幫助他可以找到要回去的路 幫助他可以出門比較放心 雖然我現在已經六十幾歲 但是我覺得頭腦不錯 現在有這樣這麼小的一個載具 那我們怎麼樣就是能讓這個載具 能夠讓這個長輩沒有那麼的厭惡 他很自然而然的能夠帶他的身上 就算是他這樣走出去的話 可以讓家屬知道說 他定位他是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等於是一個主動找長輩的一個方法 我們在講失智症的話 他現在近期的那個記憶 通通都會忘記 可是他遠期的記憶是不會忘記的 也就是說他可以記得三四十年前的事情 他可能記不得現在的事 我們那時候要想 宗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切入點 我要鼓勵所有的市民 真的善用守護家藝人的APP 在你需要的時候你可以找得到 在別人需要的時候 你也可以協助他們盡一己之力 你有多想把這件事情做好 這件事情就有多大的漣漪 有時候不能想太多自己 如果都只想到自己 有時候做不了事情 當然你想這個副政府去過 我覺得對公務人員來說是不簡單 代表他有用心 真的發生問題的時候 包含飯店 我們監視器嘛 入口監視器 甚至是這個APP本身的一個功能 我們可以綠碼找到這個人 我們可以很正確地掌握每一個人在哪邊 放心安心 我覺得是每一個帶孩子 不管是我們家長或是老師 都想需要的東西 我不一定用得到 但是我知道他會讓我很安心 會讓我的家人很清楚地掌握我的行蹤 他們也會很安心 我覺得這樣應該很多人會接受 而且會喜歡用 當我們一天在推健康城市的時候 我們的長照也不斷地都進入了 我想智慧的城市 不應該是脫離我們的生活 嘉義市走在全國第一個 也是示範城市 這是一個我們城市的願景 第一次